因为妹妹的死 让天性桀骜不驯的武队便成为了大陆最强 只因我始终无法从这段阴霾中逃出来 再加上家族长期的谩骂指责以及故意疏远 我选择了离家出走隐姓埋名 曾经的我的确是那个无可救药的疯子 毫无武力的顽固大少爷 但为了揪出杀害妹妹的幕后凶手来弥补馈酒 我就必须要先变强才行 而且实力还得凌驾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最终也确实如我所愿 在历经两年半的佣兵生活后 我的家族费迪厄姆却已是废墟一片彻底没落 好在上天降下怜悯 在我脑袋被家族的仇人斩下后 他赐予了我重来一世的机会 此时看着水中的倒影我的内心错误不定 没错 现在的我还不知道自己重生了 我的脖子怎么会没有伤口 难道说我被他们抓起来做了魔法实验吗 就在这时 一个士兵走了进来 大少爷我就知道你醒了 我认得他 他是费迪厄姆的士兵李卡洛 但为了弄清楚真相 我拔出剑挟持了他 如果不想把今天当作忌日的话 就如实回答我接下来的问题 怎料李卡洛在我的要挟下 却是深深叹了一口气 大少爷就算这样也是改变不了的 不行就是不行 我则是有些猛逼地表示 你到底在说什么鬼话 谁知下一秒这家伙直接猛地推开了我 你刚刚把自己折腾得累到睡着了 怎么才过这么会你就全忘光了 讨伐受人的指挥权是绝对不可能给你的 赶紧收拾行李 我们今天要启程回到费迪厄姆的主城去 而就在听到那四个字的瞬间 我当即伸手拽住了李卡多的肩膀 费迪厄姆不是早就灭亡了吗 在这之后 李卡多带我来到了能看到主城的悬崖处 接着敲咪咪地说道 大少爷就算在穷 也没必要诅咒自己家族被灭了吧 如果被领主大人听到了你会挨鞭子的 我狠狠掐了一把自己的脸蛋 这痛感果然不是梦境 也就是说现在的我是重生了 但是到如今高兴也未免太早了 那群威胁家族的势力 大概率从早些时候就开始实施铲除计划 不过眼下还是得先处理等会即将发生的 刚才李卡多提及到了关于兽人的指挥权问题 这段记忆我怎么可能会忘记 当时我为了立功 不顾劝阻跟着讨伐队来到了这北京要赛 情报里说会有三头兽人来袭 这就激起了我想指挥作战的想法 毕竟对付区区三头兽人根本不在话下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兽人根本就不止三头 而是达到了将近两百头的恐怖数量 这也就直接的导致费迪厄姆的讨伐队受到重创 好在距离兽人入侵的时间还有些时候 我有充分的时间比你完胜的讨伐计划 殊不知我话音刚落 一座瞭望塔便在我的面前被砸成了稀巴烂 与此同时 巡逻的士兵也拉响了警报 兽人出现了 可面对着大批量的兽人突袭 战力单薄的士兵很快就败下阵来 忽然远处传来一声命令 所有士兵莫惊慌 防御阵行准备 此人正是此次讨伐队的指挥官高班 但很快他也发觉到了不对劲 这数量根本就不是他们这支讨伐队能抵挡住的 再无谓的耗下去必将全军覆灭 而在高班愣神之际 一只兽人俨然从后侧方突袭 见状我当即踏步冲锋上前 紧接着一把将他给推到身后 反观高班则是在震惊中目睹了一切 在队上比我身形还要巨大的斧子 我的一招向上斩击 直接连同兽人的武器和手臂都给切成了两半 而在击败了这头兽人后 我便禁止走向了高班并命令到 把讨伐队的指挥权给我 可对于目前在生死边缘徘徊的处境中 高班怎么可能把指挥权让给一个疯子 对不起大少爷 恕老夫无能为力 现在并非是小孩子玩的战争游戏 高班的回应让我很是头痛 不过也不能全部怪他 换作是我 我也不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 交给一个烂尼夫不上墙的废物 无奈之下 我也只好采取B计划 就在高班准备迎击袭来的兽人时 站在他身后的我直接抢夺一步把剑给甩飞出去 险些被砍伤的高班一把揪起我的衣领就怒好了 大少爷能不能别添乱 可话落的那瞬间他才发现 刚才的那一击居然命中了兽人最致命的要害 随后我反问高班 你知道战斗中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吗 如果连气势都被磨平 那这场战斗的最终结局想必你比我更清楚 说吧我也不再理会什么指挥权 毫无顾虑地冲进兽群当中 在刀光剑影下的我拿剑耍的游刃友谊 少量的兽人对我来说根本不可能造成威胁 但这可把高班震惊了足足两年半不止 他感觉现在就跟在做梦一样 明明连魔力都无法领悟的废物大少 现在居然能做到单枪匹马对抗残暴的兽人 这神奇的剑术技巧 这简约灵活的走位 在高班眼里的我 简直就像是个战斗经验丰厚的剑术大师般强悍 与此同时面对兽人数量的愈发增多 再加上体力的快速骤减 我只能学起别的漫画主角耍起嘴盾子的英语 我还没热开身呢 说实话战斗种族的你们也不过如此 而在我嘴盾的嘲讽下 基本上所有的兽人都被我勾引到了一块 至于剩下的 我只能看高班的造化了 索性这家伙没让我有所失望 在所有士兵都以为我在单纯的逃跑时 他看出了我的作战计划 全体士兵赶紧排列起顿强队列 并向大少爷跑的位置全速支援 此时虽然的我已经被兽人逼到了悬崖处 但见到后面的场面 我也是忍不住咧嘴一笑 紧接着便纵步朝旋崖底下跳去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就是现在 只见高班命令到 所有人给我把这群该死的兽人推下去 最终 讨伐对一方以伤残率仅百分之十取得了胜利 但这其实也是对我前世酿成错误的救赎 这时 高班发现到下方靠剑撑在崖壁上的我 他本想伸手把我拉上来 可奈何筋疲力竭的我连剑都握不住了 突然 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道声音 哥哥 拜托你带我走 这是我妹妹艾琳娜的声音 之后的我便从这梦境中惊醒了过来 跌落崖底的我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但战斗时把力量耗到了极致 导致我现在全身酸痛到呼吸都有些困难 就在这时 曾经在我心目中最敬佩的人出现了 她叫贝琳达 是陪我从小到大的女 也亦是我生命中的老师 在家族灭亡后 我唯一能找到有关她的就只剩下一只破烂的鞋 此时贝琳达还因为我的不自量力正责备着我 结果下一秒就被我一把抱了上去 贝琳达 再次见到你我真的很高兴 有啥好高兴的 少爷跟我不都天天见面 听到这话我有了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把我是重生者的身份告诉他 贝琳达听我说 在不久的将来费迪厄姆将遭遇一场大危机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是死而复生的重生者 奈何贝琳达就是不相信我 好好好大少爷重生了 但我想告诉你的事 费迪厄姆遇到的真正危机就是你的大少爷 见我依旧喋喋不休 再往后贝琳达对我进行了 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亲戚式教堂 随后她询问了我要不要参加一周后的庆典 听罢我的瞳孔瞬间猥琐 贝琳达以为我是把这重要的事给忘了 还调侃到要是被爱琳达小姐知道 她绝对会很生气的 可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庆典举办的那天 就是爱琳达遇到的时间点 这折磨了我一生的记忆 无论如何我都要把她给窜带掉 这时爱琳达推开门走了进来 她是专程赶来探望我 见状我连忙将她给紧紧抱住 并深情说道 哥哥想你了 听到这话爱琳达只感觉恶心至极 快快快离我远点 你这家伙又在开什么国际玩笑话 被爱琳达这么一推我差点喘不上去 该说不说我妹的天赋比我强太多了 在这么小的时候力量就这么大 可殊不知接下来我所说的 竟让贝琳达和爱琳达震惊万分 对不起 刚刚确实是我激动过头了 什么 大少爷居然会主动道歉 果然贝琳达你叫我来是对的 我哥的脑子真被兽人给踢傻了 文言我本想反驳一下 结果身体的那种痛感再次席卷全身 看着我难受的倒在地上 他们那探傻子的笑容也是把我给治愈到 大家果然都还是老样子 这样的生活才是我最想要的 至于接下来该做的 便是得先进行修炼才行 这次我绝对不会让杀害爱琳达的人得逞 在这之后我找到了贝格斯老头 他是专门管理贝迪厄母的训练场地的 带我去闲置的训练场 我要修炼 贝格斯感觉今天就像是太阳从西北升起那般奇怪 因为自打出生起我最讨厌的便是修炼 画面一转 贝格斯带着我来到了一个十分崭新的训练场地 此时看着里面样样俱全的装备我倍感惭愧 在我当上拥兵之王后 我甚至都没得到这样的待遇过 随后在贝格斯老头口中我才明白 这间训练场一直都是专属于我 因为怕我突然要用到 所以里面的装备是时时刻刻都做着保养维修 感谢的话我不太会说 贝格斯老头你要好好活着 死的感觉真的超级糟糕 少爷你难道是体验过一次了吗 文言我的眼神顿时亮了起来 总算是遇到识祸的 没错 少爷我就是死而复生的 可结果还是跟贝琳达一样 贝格斯根本就不相信 但我也不管了 在叫走了贝格斯老头后 我即将开启我的第一场修炼 这是一本被丢弃在茅厕万年的半截魔导书 可在我看到它的第一眼视 便认定这就是无上之宝 临前世的我就是靠着它登顶了大陆的巅峰 体内的魔盒直接突破到了惊人的第五层 而人类要想使用魔力提高身体的各项数值 就必须去感觉和接收存在于空气中的魔法粒子 并将其凝结成魔盒的第一层 此时盘坐在地上的我回想着前世书中记载的修炼方式 对于常年久经沙场的我 制造出第一层魔盒简直跟吃饭般简单 而随着三个魔盒的出现 我直接就强行突破自我将其链接到了一块 虽然它的成功便意味着 我的首次修炼就达至了魔盒第三层 但由于身体的超负荷使用 我也遭到了反噬气壳流血 看来这就是我目前的极限 上辈子拼了半条老命 我也紧紧到了魔盒的第五层 不过倒也无妨 反正第三层已经足够让我在短时间内 释放出爆发性的力量 况且那群家伙绝不可能为了对付一个小女孩 就肆意地派出家族里的顶尖高手 这时我突然总结出了自己前世败败的原因 即便这种修炼方式能让我短暂变强 但维持它所消耗的魔力也会越发增短 索性重活一世的我有着两大优势 年轻的身体和充足的时间 那把自身的魔力值提升至最极限的障碍将不复存在 上一世你们砍了老子的脑袋 这一世我绝对会让你们一个一个的偿还的 等着瞧吧 只会狗在暗处耍卑鄙手段的碎炸 还有你 摧毁我费迪厄姆家族的德尔派公爵 时间很快来到一周后庆典举办的傍晚 此时的我全部武装时刻准备着 而妹妹爱琳娜在看到我实录出了惊讶之色 没想到你还真有闲暇时间来参加庆典啊 往年我可连你的影子都见不到 还有我听说 前几天你一直埋头在训练场修炼 你脑袋真的没被那群兽人给替换了吗 为此我则是表示我是费迪厄姆的第一继承人 自然变强守护家族是我的侄子 艾琳娜无语吧 明明之前我对继承这件事超级反感 甚至有时候多希望我能大病一场 或者战死沙场把继承人的位置让你谈了 我勒个洞 老子拼死拼活想要保你的命 调查我发现 主城和街道内跟平常一样并没有出现异常现象 而且就算我知晓着未来的一些情报 也没法靠这些计算出未知的事情 也就是说 接下来这盘未知棋的每一步都得由我来想 随后在艾琳娜的带领下 我们尝遍了庆典街边的各种美食 可由于每年的庆典准备的东西都大差不差 艾琳娜很快就感到腻 她真希望今年有点创新的玩意出现 反观我对此则不以为然 我一直都在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或许是因为我离艾琳娜太近了 这头天的庆典都快结束了 对方始终都没露出点马脚来 可就在我思索 接下来该不该去主城那边逛逛时 有个士兵走了过来 他告诉艾琳娜有个地方举办了特别的景 准备带她过去瞧瞧看 而艾琳娜也是毫无顾虑地牵上了士兵的手 左边的叫贾马尔 右边的叫菲利普 他们从小陪着艾琳娜长大 是领地里公认最值得信赖的贴身事物 但这一刻我也就全都捋得通 这两家伙原来一直都是藏在艾琳娜身边的叛徒 画面一转 菲利普指着前方表示 这就是即将有特别节目举办的地方 可场地里空荡荡 除了他们以外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艾琳娜实在很难想象 在一个这么肮脏的地方举办节目能有什么好看 于是便朝着菲利普指责起来 赶紧带我去别的地方 否则回去我就要扣你们工资了 反观我则一直在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乍一看这确实是一条人烟罕至的街道 但实际却都绝妙地封锁了所有能逃跑的路线 这时我被一股突如袭来的力给拽走了 原来是菲利普不愿带艾琳娜找好玩的 气得他拉着我就想回家睡大觉 怎料就在下一秒 贾马尔挡住了艾琳娜 只见他眼神恶狠狠地警告道 都叫你等一下了 再不听话的话 现在就把你给大谢八块了 此话一出把艾琳娜吓得全身发抖 你们两个到底想对我们做什么 我警告你们 要是今天我们回不去 领地的人不会放过你们的 菲利普也决定不再装下去 当然是接到了报酬相当不错的委托 你们就乖乖在这里等着 否则别怪我下手过很 说罢在菲利普的身后 走来了三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们就是这两个叛徒幕后的委托人 办得不错嘛 效率这么高 菲利普回应那是当然的 那现在人给你带来了 还请大哥别忘了给小弟我们报酬 对此帽子男没有回应 因为他看到了一张很熟悉的女 这不是费迪恶母的废物大少爷了 委托好像没说他也要带过来吧 菲利普文言则解释道 是这傻小子自己跟过来的 就当是额外送给你们的 报酬的话还是原来的就行 等菲利普说完后我便冷冰冰说道 别以为把我们给卖了 你们俩就能平安无事地从这里全身而退 大少爷啊 你就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对方可都不是吃素的家伙 而且老子早就想离开这穷道发温的费迪恶母 穷就算了 还得天天往边境去跟兽人打仗 我厌烦了这样的生活 谁知就在菲利普撂下话的瞬间 我把下腰间的剑 紧紧挥出一招便顺秒了他 一旁的贾玛尔剑撞人都麻了 嘴巴打颤到连话都说不出来 这就是你们出卖领地的下场 接下来轮到你了贾玛尔 文言他急忙搂住爱琳娜想要以此作为妖心 怎料他的剑还没拔出来 我的剑就已然正中他的天灵盖了 看来这下贾玛尔要明目不了我 因为他到死都想不到整天只知道完的废 在今天居然使用魔力杀了自己 此时我见爱琳娜的情绪越来越不对劲 所以为了不妨碍到自己接下来的行动 我决定把他给先打晕 三个人是吧 看来我不能拖太久了 在看到妹妹被绑架命悬一线的第一时间 我却是一掌打在他的脖子上 指引我即将面对三个实力不俗的敌人 所以为了不妨碍到我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我不得不让他暂时睡上一觉 正好等会也能让他不再看到更加血腥的场面 与此同时 帽子男在见到我秒杀了两个士兵后 倍感惊讶 基本上大陆所有人都知道 费迪勒姆的大少爷连剑都爽不明白 更别说使用魔力了 带少爷 看来你一直都在隐藏实力吗 我没有做出回应 而是拔出插在士兵天灵盖上的剑 虽然有三个人 但左右两边两个人的魔力微乎其微 只有戴帽子的那家伙可能比较难对吧 看来我不能拖太久时间了 不过我还是很想知道 究竟是谁指使你们杀我妹妹的 帽子男满脸的补血 我只知道这对于将死之人根本没必要 既然这样 那我就先把你们打到服气再问问 突然 我从包里掏出一枚小型炸弹扔了出去 随即抓住他爆炸的瞬间 直接闪身突刺瞬秒了其中一人 另一人见我露出攻击后的破绽 二话不说就朝我侧边躺来 殊不知对方的攻击手段早已被我看穿 一招简单的格挡就完美防御了下来 紧接着我用右手夹住对方的剑身 再猛的一拽将他的武器夺了过来 没了武器 那不纯粹就像是带宰的羔羊般 我轻而易举就又解决掉了一个敌人 可就在这时 我捕捉到背后传来阵阵杀气 帽子男以为自己的偷袭即将得逞 却不知酒精沙场的我对杀气的嗅觉极其敏感 卑鄙的手段根本很难伤及到我 为此帽子男也很匪夷所思 他不敢想象这奇怪的握剑姿势 居然能挡下自己的攻击 唯一可能的 就是我这家伙还在隐藏实力 趁着帽子男发愣的瞬间 我百八十度快速旋转准备攻击他的下落 即便他还是提前反应向上跳跃 但我手持双剑的攻击手段 可是千变万化 一招向上挑击成功落在帽子男的脖子上 可我万万没想到命中的致命过 帽子男居然还有余力回击 好在我立马调整位置 勉勉强强阁挡下来 此时我见帽子男脖子的伤口处 魔力相当密集 便知道为什么那一盏 没能让他脑袋落地 没想到居然还会这种防御手段 将魔力聚集在身体的某个位置 来减轻受到的伤害 反观帽子男 虽然感觉我所用的剑技很是诡异 但在绝对实力的碾压下 再怎么挣扎都是徒劳 给我受死吧臭小鬼 以你的魔力是绝对不可能赢得了我 而此时的情形 也的确如帽子男所说的那样 我处在了被动阶段 不过他绝对想不到 我这样做是想测试 他的实力究竟在何等地 你这老东西强的也不过如此吗 说吧我利用手中两把剑 撑在地上稳住身形 接着左脚开始蓄裂 随即就朝着这家伙的面门 直冲而下重重一击 眼见帽子男没半会功夫就调整了过来 我还以为这一脚依旧没办法 对他造成实际性的伤害 谁知就在他刚想嘚嘚之间 一股晕眩感顿时就从脑中袭来 嘴中还大口大口吐的番茄汁 此时看着自己浑身止不住的颤抖 帽子男难以置信 明明刚才我拿剑都打不破自己的防御 现在居然被一脚给踢爆了 但有这样的反应实属正常 仅在磨合一层的家伙 怎么打得过磨合三层的磨 那么的潦草 终于他的手背震的抖空不止 手中的剑更是出现了大裂痕即将碎裂 而随着我最后蓄力一击的挥出 帽子男的剑碎了 胸前被我的剑划开了一条巨大的口 可现在我还不能够对他下死手 刚才我问的是他还没回答我呢 于是为了以防万一 我决定将这家伙的磨合给摧毁掉 此时只见我一拳打到他的脖子上并问道 我再问一遍 究竟是谁指使你们过来杀我妹妹的 突然一把暗器从帽子男的袖子里射了出来 而他的目标便是正躺在地上的爱玲娜 但我可不会这么简单就让他得逞 老子的魔力可是能够抽出来使用的 在战斗还没开始前 我就料想到baby的人必定会干baby的手段 所以早就提前把魔力线制造了出来 我警告你最好别再耍花样 赶紧好好回答问题 如果让我心情好的话 或许我就把剑拔出来饶你不死 眼见帽子男迟迟不回应 我加大力度让剑触及到了他的磨合 而感到磨合受到伤害的帽子男 也是终于交集了起来 你这臭小鬼疯了吗 引爆磨合的话你我都得被炸到粉身碎骨 文言我则是冷冰冰地说道 我当然知道 但那种情况也就是在没实力的人手上才会发生 此时随着魔力外泄越来越离谱 甚至还出现了闪电带火花 帽子男总算是清楚我不是在序章声势 最终他妥协了 好好好我认输 是德尔派伯爵指示我们的 他想要借此机会 挑起你们跟迪加尔家族的矛盾引发战争 至于他们就只需坐等渔翁得利就行 果然是德尔派伯爵干的好事 在前世 这种肮脏的事情他一般都会派底下的公主 或者跟随他的其余家族去干 自己从来都没有抛头露面过一次 随后我告诉帽子男 在前世我学到了一个教训 那就是对付卑鄙的人绝对不能手下留情 正如你所听到的 我是死而复生的重生者 说吧我也不给帽子男喘息的机会 猛然间用力将他的魔盒给摧毁了 可就在这时 帽子男居然还想拿紧能动的脑袋反抗 但他此等攻击对于我来说连饶痒痒都不配 就这样 我刚好在头天的庆典迎来结束 剿灭了最后一个敌人 见艾琳娜躺在地上安然无恙 我也总算是能够放下武器放松警惕 谁知下一秒一股痛感瞬间席卷全身 果然现在的这具刚修炼不久的身体 还不足以长时间使用磨合第三层 看来今后得情家修炼才行 否则要是半路杀出前世那群棘手的家伙可就难办 随后我跑向了不远处的一间房子 刚刚帽子男也说了 杀掉艾琳娜是为了挑起费迪厄姆跟迪加尔家族的战组 前世其实我就已经知道了 在发现艾琳娜尸体的时候 他旁边还躺着迪加尔长子 在那之后这家伙就会背上杀害艾琳娜的罪名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我的费迪厄姆家族被偷偷按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于是为了防止这件事的发现 我决定销毁证据 重生而来的我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让你们得逞 而就在我背着艾琳娜离开的同时 一个黑衣男子突然出现在了我背后的树枝上 当别人还只不再靠魔力才能提高实力时 我却能在魔力中拉出特殊的线来辅佐战斗 这个形如挂逼的技能 是我在一本仪器在茅测万年的半截魔导书中席得的 而在与德尔派伯爵派来的帽子男对决时 要是没有提前制造出魔力线 恐怕帽子男耍的卑鄙手段真会成功 不过他同时也存在一个致命弱点 那就是施展过程所消耗的魔力极其的刀 所以以我目前的实力 想长时间维持住根本不切实际 可就在我背着艾琳娜准备离开案发现场时 一个黑衣男子却突然现身 只是很快他又消失在了空气之中 殊不知此人正是计划刺杀艾琳娜的中间人 但由于计划的失败 此时的黑衣男子正遭受着上级的指责 特么连一个小女孩都对付不人 看来你找杀手的人选很随便了 文言黑衣男子连忙解释道 是费迪厄姆那个大少年 他怎料黑衣男子的话还没说完 众人皆是大力拍桌 因为他们都清楚早已被家族视为无可救药的罪 怎么可能对行动有所妨碍 我看你是在编造谎言 想要借此来掩盖你的行动失败 大人们请息怒 现在唯一能解释清楚的便是 关于费迪厄姆的大少爷所流传出的信息 存在严重诈骗 我亲眼目睹他的魔力相当之高 甚至可能高于我 也导致了我不敢贸然行动 这才决定回来禀告这件事 不过大人们放心 这次计划并不算全面失败 迪加尔长子的刺杀已经成功 所以还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来弥补 殊不知这群人皆是持拒绝的态度 就连两个矛头小孩都解决不了 我们很难相信你能继续办成好事 突然在黑暗深处传来的一道呵斥声 都给我闭嘴 随后他询问道 你想要的机会我给你 但如果计划在失败的话 后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不过了 黑衣男子急切地保证道 他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去铲除费迪厄姆的大少 此人的名字叫凯恩罗格斯 众所周知 年纪轻轻的他除剑术相当了的外 天生的蛮力更是让其在北京的同龄阶段没有对手 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 凯恩是那个费迪厄姆大少爷的堂弟 与此同时在费迪厄姆组成那边 费格斯特意过来训练场找我 可突然 我远远施展出的魔力线去取墙上的剑震惊住了 于是他便疑惑地询问道 大少爷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你说这个是吧 这玩意叫做魔力线 一种靠从魔力中制造出的特殊线 闻言费格斯很是惭愧 他原以为自己修炼魔力多年惊艳丰厚 可我却在这么年轻的时段 就发明出了如此新奇的魔力使用方式 但费格斯会这样觉得也实属正常 毕竟大半个月前我甚至连魔力都不会 现在不仅见计进步大 魔力也提升了不少 不过总归是值得高兴 这样的大少爷才足以配上第一继承人的身份 还有的就是 谢谢大少爷保护了艾琳娜小姐 这有什么好谢的 我身为她的兄长 保护她的安危那是责任所在 画面一转 此时的我正跟艾琳娜准备享用今天的午餐 而看到这一世的艾琳娜能平安无视 我的确很高兴 但也只是处在现阶段吧 那群家伙绝不可能失败一次 就轻易放弃刺杀行动 所以唯一能改变费敌恶母被灭的历史 不仅仅是要在我实力的变强上 更多的是要去提高家族军事的实力 可就在女姑端上早餐的那一刻 我猛逼了 心想正餐还没上 怎么就先上饭后甜点了 于是我询问贝琳达 才知道了一件超级可怕的事 我们家族已经穷到饭都快吃不起 与此同时窗外传来了嘈杂的亲戚问候 原来由于这次的庆典 仅仅一天就被强制取消 今年没赚到钱的商贩 便集体来到城堡要求赔偿 快叫领主出来 否则等会我们就把城堡给拆了当沸腾烂点案 见状我内心感到极其的不妙 看这群人的精神状况 再不阻止的话 真会把城堡给拆了的 接着我询问费格斯老头 要不你带点士兵下去 暂时先武力吓唬吓唬他们 再想办法安抚他们的情绪 为此费格斯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 由于北京前线受人袭击的次数增加 城内的年轻士兵基本都被召集过去支援 再说了左侧不远处还有个魔物森林 魔物随时都可能突然冒出袭击恶物 此时的我在知道这些糟糕的时候 整个人都要麻木了 家族没钱就算了 连军事力量都这么弱 难怪上一世会这么快就落个被灭的下场 随后我搂住贝琳达说点悄悄话 我记得你一直都管理着我的钱对吗 要不就先拿我的赔给那些商贩先 贝琳达则表示我的钱早就一点都不剩 先前由于你花钱大手大脚 伯爵大人就没再给你发过零花钱了 那你就借我点 贝琳达闻言笑笑不说话 好在最后商贩们只是虚张声势罢 不一会就离开城堡回去了 钱虽说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绝对是万万不能的 接下来我必须想办法搞钱才行 就在这时 有一个士兵突然焦急的跑来汇报 大少爷不好吗 外面出大事了 凯恩少爷说要亲自见你一面 等我赶到现场后 坚守的士兵已经被打趴在了地上奄奄一息 见此情形我的怒意瞬间飙升 你就是凯恩对吧 好久不见了 你这个废物表哥 这个男孩说他是地表最弱的人类 可他握的剑却重达千斤 每次跟同龄人决斗时都能将对方打碎 殊不知他说的弱 竟是纯粹为了欺骗别人而已 时间回到凯恩来到费迪厄姆闹事的那一刻 他的这张脸我记得相当清楚 他是罗塞斯的第一继承人 并且跟费迪厄姆之间存在结盟的关系 在我不懂事实践里凯恩的确是我唯一的朋友 但也一是仇人 这是我询问身后的士兵李卡多 在凯恩闹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文言李卡多惭愧地解释道 在凯恩少爷来主城后 我便跟着高班指挥官一同前往准备过去迎接 可刚见面凯恩少爷就询问关于你传言的事 即便高班全按照事实说了出来 但凯恩少爷依旧咬定都是编造的 所以凯恩少爷就以高班故意欺骗罪实施了处罚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怎料李卡多话刚说完 凯恩就满脸不屑地表示 作为下人的你们说错话当然要受到处罚 要不然作为主人的我们威严何在 不过搞笑是真的有趣 这老头居然说没经过正经训练的你能轻松干掉兽人 甚至还能同时处罚两个背叛家族的士兵 这说出去谁信啊 谁不知道你是费迪厄母的废物独流啊 看来重活一世后 该是狗的人依旧是狗 说的话还是那么的让人反胃 前世这家伙只要一来到费迪厄母 就必定事故不断 到处捣乱的他甚至说都是我指使他干的 虽然我也极力解释过都是凯恩所谓 但生性就爱捣乱的我 大家自然都不相信我说的 况且凯恩从小就有过分的自信感 以及做什么都展现出气概失足的样子 这让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都是好的期待的 此时凯恩有些不解 放在先前 我只要遭到凯恩的挑衅 必定会誓死反抗才对 这便导致他不能把接下来的计划顺利进行下去 原来就在不久前 先前计划杀掉爱琳娜的黑衣男子找到了凯恩 让他出手把费迪厄母的大少爷给除掉 并且承诺在世成后 那位大人会给到罗塞斯家族权利的支持 凯恩自然是心动了 但眼下对方的身份是费迪厄母名义上的继承人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妥这件事 文言黑衣男子说出了事先想要的计划 你去诱导那废物跟你进行决斗 到时打到一半的时候 再偷偷制造点小插曲要他的命就行 届时你也不用担心 我会扮演成护卫骑士的身份与你同行 有任何突发情况我都会替你及时调整 还有 这样宝贵的机会可不多 凯恩虽然有那么一会会是处在忧虑阶段 但他为了自己家族能够强大起来 最后也是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下来 看来这废物确实变了不少 忍耐的程度着实是让我大开眼界了 得想个办法激怒他才行 既然我都来了 作为东家大少爷的你不用好好招待下我 刚好庆典被迫中断 为了重新活跃气氛 当然要玩得精彩一点 我们在这方面不是一直都很合得来吗 听到他的话 我想到了之前的一些事 凯恩这家伙每次来B点的项目就是酒和女 当时我因为怕被打 所以就一直听从他的命名 但也是因为他 我的零花钱才会被花得金光的 说到钱的话 现在的我最缺这个 刚好今天凯恩来了 那就把之前的账都好好算算 见我迟迟不行动起来 凯恩等到不耐烦了 赶紧给我滚去给老子准备 否则 怎料话还没说完我便打断了他 我想该准备的人是你才对吧 之前你来费迪恶母花的钱 都是用我的钱 我算算 本金加利息总共是一千金币 凯恩听罢说道 这些都是你为了跟我亲近自愿做的 不知道什么叫做交友费的 就滚回娘胎里回炉重造吧 朋友这次你觉得你配用吗 这么之前纯纯把我当冤大头使 我警告你 在没被我揍一顿之前 最好把欠我的钱不差的还回来 此时的凯恩面色陡然间暗缠了下来 而一旁的李卡多在看到后 也瞬间意识到我说错话 这怕是把凯恩给惹炸毛了 突然凯恩站了起来 别以为你的骑士说了几句谎话 你就真以为你自己长能耐了 废物就是废物 在我的实力面前你就是一大头 而就在凯恩花落完的瞬间 他当即就挥起沙包大的拳头朝我袭来 反观我则丝毫不慌 在他攻击距离 我只有0.010米间轻松侧身免疫 见状凯恩认为我纯粹是运气好罢了 随即便再次挥起拳头侧披而来 殊不知我早就预判了他的预判 提前闪避下蹲 一击强而有力的上勾拳 直接打在凯恩的肋骨上 但这还远远不够 紧接着我的拳头便朝他的面门直冲而去 不料却被凯恩用手给挡了下来 可奇怪的是明明这家伙的表情还在笑 下一秒居然就疼得在地上嗷嗷的大脚 与此同时 那假扮护卫士兵的黑衣男子 也是立马抓住这个机会 少爷你没事吧 有事的话可就吃不了溜溜没了呀 我知道凯恩是装的 只是不知道这家伙这样做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 别给我装死凯恩 谁知黑衣男子突然间大喊了起来 你为什么要打我们少爷 你这样做只会影响我们作为同盟国的关系 但他说的话其实并不是对我说的 而是为了吸引周围路过的行人 让这些人一致咬定就是我欺负了凯恩 不过是到如今 我也已经猜到了凯恩的意图了 真要这样的话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 另一边 黑衣男子也是夸奖起凯恩的演技真不错 现在任谁看来都是我单方面犯的错 至于接下来 当然就是开始今天的主戏表演了 我一定会杀掉你的 天赐良机让罗塞斯家族重整齐步 我绝不可能轻易错过 随后凯恩拿出了一只蓝色手套 准备朝我扔来提出申请决斗 可却被我抢先一步了 我及塞尔 正是向凯恩罗塞斯你申请决斗 侮辱我就算了 居然还在我费迪恶母领地肆意乱来 甚至还伤我护城骑士 今天的账我会好好跟你算了 凯恩在听后则是感到可笑至极 我知道你很蠢 但没想到你居然会蠢到 给自己送上进坟地的机会 我接受你的挑战 不过你想要后悔的话 怕是得等下了地狱才行 面对着凯恩的施压 我没有胆怯钉地 反倒是吩咐李卡多 让他把今天那些来煮成 讨要赔偿的商贩找来 并跟商贩们说 这里有让他们赚大钱的项目 我接下来做出的举动 竟让他们又重新猖狂了起来 讨访我绝对不可能 拿下这场对决的胜利 时间回到凯恩 接下我站铁的那一刻 我吩咐李卡多 把今天来讨要赔偿的商贩 全都叫过来 告诉他们这里有大钱可以赚 而随着我与凯恩站上擂台 周围瞬间就挤满了过来 看热闹的观众 那这自然而然 也就能把摊位的收入给带动起来 因为凑热闹的人 都知道边吃边看效果更加 此外这场对决 还多加了下注的环节 凯恩一赔0.1 我则是一赔10 但毫无意外下注的 都深知凯恩的实力很强 所以倾家荡产也都要买他赢 这时凯恩不懈地说道 居然把如此神圣的决斗 变成一场赌局 不过倒也无所谓 我先跟你说一声 我不会接受你中途举手投降 直到你被我亲手打残废 甚至死为止 文言我让他废话少说点 既然观众都聚集了这么多 那就赶紧开始吧 可突然黑衣人大声喊到 这场对决还不能进行 因为在场的无意人肯为我下注 但同时他也给出了剑语 要么就拿我的命给自己下注 要么就是看现场 有哪个冤大头肯为我下注 结果现场顿时就哑了下来 明明是必赢的局 他们才不会傻到 会去自愿当这个冤大头 凯恩见状也是附和地嘲讽起来 看来你这个费迪厄母的 未来继承人做得不太行 就连自家的老百姓都不支持 怎料他的话刚放下 高班和李卡多 突然拿着一袋钱出现在了现场 我要买我们家少爷赢 不仅如此 就连爱琳娜和贝琳达也特地赶过来 这些钱够不够让对决正常进行 不够的话我们再加 够了够了 负责下注的人连声喊到 只听钟声一响对决正式开始 随后我告诉凯恩 毕竟我是作为你的堂兄 所以率先出手的机会就让给你了 放马过来吧 不过最好别让支持你的人失望 凯恩被我说的话给逗笑了 那弟弟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但你若想赢的话 不如还是先回家睡个大觉吧 说罢凯恩当即一个弹射起步高高跃起 他的体格虽然远超同龄人 但移动的速度却并不算慢 好在我及时反应举起剑格挡下来 而且凯恩的力量 本就比我这具身体要大 所以绝对不可以跟他过久的僵持在硬听上 殊不知 这家伙居然还能强行把攻击后摇给取消掉 皮肤硬到连剑刃都伤不了他 只见他反向握剑 并用剑柄的一面朝我发来 虽然依旧还是被我无伤闪避掉 但他的攻势却尚未削减钉点 强力的一脚直接就冲着我的天灵带袭来 此时剑场上的我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观众也已经做好了收钱的准备 就连贝琳达也觉得得终止这场比赛才行 他认为我是绝对赢不过凯恩的 要知道凯恩之所以实力远超同龄人 就是因为他的攻击不与狠 以至于对手在没找到反击机会前 就只能一直闪避逃跑 而凯恩则只需要抓住对方逃跑间隙出现的漏洞 便能一招制敌拿下胜利 看来你这个废物技术厉害了不少了 但也仅限在逃跑的技术上 说罢凯恩将手中的剑旋转起来 紧接着他的双手同时抓到剑身上 这便是他增加攻击力度的常用招式 随之我与他的这一招抗衡过后 强大的冲劲瞬间就把我挑飞到了半空中 位于地上的凯恩则是做好了致命一击的蓄力 可就在众人一致以为我即将败北市 我却将魔力凝聚在了脚上 让我能在半空中及时杀住车 紧接着我反手持剑来了一招从天而降的剑 直接就把还在蓄力的凯恩打了个措手不及 别以为你纯粹的蛮力就能称之为剑术 你不就是力量稍微比正常人大的 但我想说的是 你的脑子是真的一点都不行 此时凯恩被我说的话给刺激到了 二话不说直接抡起大剑就猛冲上前 可现在的他简直是漏洞百出 只见在他的攻击还没落下之前 我当即一脚改变了他的攻击轨迹 紧接着我高高跃起 在躲掉营链而来攻击的同时 我又借助在空中的旋转 华丽的在他的身上砍了几刀 但是到如今 凯恩依旧没意识到与我之间存在的实力差距 他的攻击速度在我眼里就跟放慢了一样 而在躲掉了他的突刺后 我一脚直接踩在凯恩的剑身上 随即连贯的一剑挥出 成功将他的脖子位置划出一道伤口 凯恩看着被划开的皮肤也算是明白了 我根本就没使用权力在战斗 否则这皮肤绝对不可能只裂开表层而已 你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时候把剑术练到这种程度 文言我冷冷瞥了他一眼后 就把剑丢到一旁并说道 我的厉害还不止在剑术上 接下来 我就用这双空拳跟你打就行 明在剑术对决中能百分百获胜的我 却在占据着绝对优势时扔掉了手中的剑 依然选择用赤手空拳来结束战斗 并且我还多买了两千枚金币笃自己能拿下胜利 周围的人见状纷纷觉得我脑子有病 毕竟拳头再怎么硬都不可能扛得住凯恩大剑的攻击 反观黑衣人则是松了一口大气 本来他还以为自己这边必输无疑 看来就连老天爷都站在我们这边 你还真是废物又喜欢发颠啊 殊不知 我就是想让他们都好好见识见识 我是怎么做到全方位碾压所谓同龄界的天之骄子 而随着负责下注的人喊道比赛继续 凯恩便立马脱掉了身上的大衣 拿起大剑就朝我展开了某次攻击 同时又是一个横侧步跳到了凯恩临防御状态的方位 直接一拳让他的右大腿体验下麻痹套餐 紧接着我的拳头向下训练 一招生龙拳在狠狠打在他的下恶骨上 见他蹲在地上缓了足足十秒钟 我立即就故意嘲讽起他来 给我站起来 我都还没热身好了 被我这么一说凯恩气得肺都要炸了 只见他再次抄起手中的大剑无脑猛冲 而我则是在闪避掉他突刺以及挥砍的瞬间 双手紧握住他的大臂小臂在猛的发力 差点就把凯恩的右手给拧成了麻花 可即便都被打得这么惨了 凯恩想赢的想法依旧根深蒂固 毕竟只有把我给杀掉 那位大人才会出手帮助他们罗塞斯家族重回巅峰 但也只是想法罢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凯恩就只剩下挨打 终于在被我进行了七七四十九下连番拳头的轰炸下 变成猪头三的凯恩总算是没了继续反抗的余力 随后我揪住他的头发呵斥的 我真为你父亲感到悲哀 明明你父亲多么想在同盟国的基础上再多上升个层面 可作为儿子的你却要来毁了费迪厄姆 不过我说的话 也是让凯恩想起了几年前的记忆 当时他的父亲在家族落魄的情报下 还要强行帮助即将灭亡的费迪厄姆 凯恩觉得没必要往屋底洞里灌水 但换来的却是父亲的一句话 我跟费迪厄姆伯爵是朋友 仅此而已 等凯恩回过神来时 他即将面对的是我朝他脸门送去的权利一击 可最终我还是收手了 做到这种地步已经足够了 也算是还欠罗赛斯家主曾经的滴水之恩 我该给你做的教育已经做了 所以现在起来吧 只见我像跪在地上的凯恩伸出了手 而意识到了是自己错误的凯恩 也是连忙低头请求能得到我的原谅 最终我原谅了 但不代表这场对决输的钱就能一笔多效 该给的还是要给 同时我的胜利也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 不过也意识他们的悲剧 因为他们都把堵住堵在了凯恩身上 就在这时 黑衣人突然冲上了擂台 他愤怒地呵斥凯恩不要被一点失利就给难倒 别忘了那位大人会给到的承诺 文言凯恩表示自己不想干 他再也不会干有损家族同盟国关系的事 而见黑衣人这么着急地冲上擂台 我便眯着眼笑嘻嘻说道 现在轮到你做你该做的事了 黑衣人有些找不着东西南北 什么是该做的 结果下一秒直接就被吓得魂都要吐出来 这个人说他要代替凯恩招待各位 这里的酒肉尽情吃 随便点 黑衣人文言命令我立马撤回刚才说的话 我则是安慰到先别太激动 这钱会从打赌输的钱里减掉 只不过就算减掉花掉了 也至少还得再赔个一大箱金币才行 但如果你敢不赔的话 下场是怎么样你应该清楚了 就这样 擂台上又多了一个低头伤心之人 时间很快来到了隔天早上 我收到了满满的一箱金币 就这数量 估计能给我雇佣到一个战斗小队 在合理分配点在我想要开展的事业上 可就在这时 贝琳达和艾琳娜突然闯了进来 他们询问我这钱是准备怎么花 还是准备怎么上交 但上交我是绝对不可能上交的 至于怎么花那自然也是我自己的事 这钱可是我拿命赠来的 这时贝琳达告诉了我另一件事 过几天少爷你得去参加一个生日派对 注意最好是提前买好贵重的礼物 否则您的未婚妻绝对很生气的 此话一出我瞬间就压麻呆着了 神马玩意 我哪来的未婚妻 这送给未婚妻当作生日礼物的路边野花 我却要她支付一万枚金币 只因她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并且她还是前世回我家族仇人的其中之一 在少年时期与我定下婚约 不过是她联合那群家伙 想要吞掉费迪厄母的一个谎子吧 时间回到我得知自己居然有未婚妻的那一刻 这一步存在于前世记忆的信息 着实让我吃惊足足两年半 直到我听到未婚妻的名字 居然叫阿米利亚雷福德 一股不好的预感瞬间变直冲我的天灵带 果然是那个女人 与德尔派公爵携手宣告了费迪厄母灭亡的叛徒 在百姓眼中 阿米利亚是一个温柔又善解人意的贵徒大小 但背地里却一直谋划着造谱的计划 她在北京有着一个绰号 贪婪魔女 随后我询问贝琳达父亲大概什么时候回到主流 她则是回应到还有一周的时间 时间方面完全充足 那接下来就要开始我的赚钱计划 而见我突然要外出 贝琳达也是焦急地询问 生怕我把刚赚到的钱全都货货掉 听报我留下了一句去勒索钱财后 便离开了主城前去会面阿米利亚 另一边 此时的阿米利亚正为了一个光脚女孩脱掉了自己的鞋子 她表示在领地除了自己外 每个人都必须有鞋子穿 随后阿米利亚还命令身后的士兵 吩咐他们给这群失去安定居所的人重新建房子 再准备够半年的口粮 她这么做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在领地的居民心中树立一个善良君主的形象 之后阿米利亚便回到了自己后花园 随身护卫博内夫则给她洗青着脚 这时只见阿米利亚有预谋地说道 我的父亲不管如何 都只会让领地的居民无条件服从 但其实他们更乐意去更能给到他们温饱的君主 博内夫文言顺势附和道 最近小姐做的的确很利于建立明星 在今后的接班人格局中 一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怎料就在下一年 阿米利亚静一脚踩在了博内夫的脸上 别给我转移话题 告诉我你跟北京第一件的对决为什么输了 博内夫解释道 我怕我获胜会引来不必要的关注 甚至还会影响到小姐您的行踪暴露 现在绝对不是露出马脚的时候 接着阿米利亚还询问到了 自己归下商团的经营情况 博内夫表示近期费迪厄母与魔物战斗后的重建材料 全都是从他们的商团手上购买的 所收的钱大概是您父亲雷福德伯爵 每年给到费迪厄母的援助金 并且商团内还引进了 从费迪厄母离开的所有士兵 实力强劲的相当多 干得很漂亮伯南湖 但在你没完全增强实力之前 绝对不能暴露你的真面目 这时雷福德的一个仆人走了过来 他的突然出现显然是冒犯到了阿米利亚 可就在博内夫起身准备好好教训下他事 对方便焦急地说道 是阿米利亚的未婚夫叫自己来的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需要找小姐见上面 画面一转 此时在接待室内 阿米利亚正斥责我没有一点礼仪规矩 就算是未婚夫妻见面 也得提前传信预约才行 文言我则是回应了 我是来提前祝你生日快乐的 想给你的意想不到的惊喜 接着我便把一朵从路边捡的野花 送给他当作是礼物 这是我在商团花高价买的 香味刚好符合你的气质 以后买花的话可以在他那里买 文言阿米利亚便询问商团的名字叫什么 可当我说出是阿克提姆后 他立即就起身准备离开接待室 这个商团正是他麾下的 既然你要送我的礼物我已经收到了 那没事了就回去吧 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做 突然间我的眼神变得锐利起待杀气 阿米利亚为福德 给我坐下 而我所释放的气势 也是让他当即感受到的前所未有的压迫 他怎么都想不到 曾经连话都不敢跟自己说的废物上 现在居然只是一句话就让他感到了害怕 见他这副德行我也是长话短说了起来 我告诉阿米利亚自己除了送礼物外 还要让他给自己一万枚金币 此话一出瞬间就把阿米利亚给整不混 所以说你突然跑来找我就是为了借钱的事吧 要借也是你父亲亲自上门来 而不是你 听到我表示 这钱跟父亲一点关系都没有 纯粹是自己想要勒索罢了 紧接着我还得意的跟阿米利亚透露了另一信息 那就是他绝对不会跟我结婚 比如现在正守在门外的护卫 当你成为了雷福德的领主后 他才是你真正的丈夫 还有就是 在雷福德继承人竞争激烈的情形下 如果把你偷偷再壮大一只属于自己的势力曝光出来后 那继承人们究竟会怎么想呢 可我说的是那么的堂而皇之 阿米利亚却依旧冷静地回应我 就算是开玩笑 这些话你最好也别到处乱说的好 否则 在他的话没说完后我就掐断了 所以说给我一万枚金币 这些是我来帮你保密 要是我不给你呢 说罢阿米利亚立即叫来了伯奈佛 我认得这家伙是个禁敌 前世在北京的所有建设中有着排行前五的存在 只不过他现在的实力还没到那个地步吧 阿米利亚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要杀掉 但我还是奉劝他们一句 如果我今天要是死在这里的话 那双方的领地之战肯定就此爆发 这责任你们承担得起吗 阿米利亚白白手表示无所谓 因为今天你的死 只会是被认定为我的随身护卫 杀掉一个骚扰我的无奈 所以伯奈夫立马给我灭了这废物 遵命 给我两秒半的时间 他们俩的话听得我那叫一个叔叔 既然路是你们自找的 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若是三个平平无奇的空壳铠甲 竟成为了未婚妻杀掉我的秘密武器 然而此刻的我却浑然不知 只见在我抽出配件 准备迎战伯奈夫的那一刻 身后其中一个铠甲突然爆开 一鸣拿着常见的刺客当即 就从里面冲了出来 好在我反应及时向下后翻闪壁 并将凳子踢到半空 截蓝掉对方的偷袭 紧接着在他还没落地的空隙间 我便猛地一脚踢在他下半身的门面上 强大的冲劲 甚至直接把他踢飞到了窗户外 而见自己的秘密武器被顺秒后 伯奈夫和阿米利亚 纷纷震惊了足足两年半 反观我则是咧嘴一笑 畅谈他俩的形式作风 这一招用来招待客人还真不错呀 可你们真觉得这样 就会对我造成威胁的话 那还是回到娘胎里 回炉重造好一些 说吧我抄起手中的剑就猛冲上前 准备来拨先发制人出其不意 只是这伯奈夫即便还没达到巅峰状态 但他的实力依旧不可小觑 随后我质问伯奈夫 作为骑士的一员 难道你真不懂一点骑士之道吗 为此伯奈夫果断做出了回应 既然你对我主人的生命造成了威胁 那身为贴身护卫的我 自然就有正当理由对你进行处局 随后他利用自己的手臂 将我的武器牢牢锁 紧接着挥起剑就想当场了结掉我 可这对我简直就是小儿科 只见我利用身体的旋转 立马摆脱了伯奈夫的束缚 再借着回旋产生惯性 当即蓄力一脚狠狠踢在他的腰子上 而这一击也是让他足足飞出了十米之外 此刻的伯奈夫这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搜集到的情报有误 之前他认知中的我明明是个 只会虚张声势的废物 但从今天所展示的技巧 完全就不像是个新手能做出来的 这是身后的阿米利亚严肃的质问道 不是说好三秒就能解决了 现在时间都过去两分半了 别告诉我你连个废物都打不过 否则在今天之后 你就可以收拾包裹给我滚蛋 伯奈夫虽然很想好好解释一下 但终究还是收住了嘴 先前自己是为了留奋力保护身后的阿米利亚 可为了能永远留在主人的身边当他的剑 在下一回合直到战斗结束的时间段 伯奈夫都不再会保留实力 看着他瞬间就爆发出了惊人的魔力 我确实感到有些吃惊 怎料这家伙居然也是不讲武德了起来 趁我失神半秒就挥剑朝我的脖子挥砍下来 即便这回我依旧能凭自身反应勉强多深 但他的速度提升了不止一倍 我的脸还是被他的剑给划出了一道口 反观伯奈夫则是连喘息的时间都不给我留 对着我就是来了一波暴风雨式的挥砍 他想要借此逼到我露出扩展 再将我斩于他的剑下 而此刻在阿米利亚眼里 他也总算是明白伯奈夫为什么先前会被我短断压制 除了没用尽全力之外 还有就是我居然觉醒了魔盒会使用魔力 与此同时 我深知在继续被动的防御下去早晚得出事 于是接下来的回合中我展开了反击 结果这伯奈夫竟又使出了刚才的手段 想要用手臂夹住我的剑 但同样的招式连第一次都对我起不到效果 第二次不也还一样 这回我依旧是利用旋转绕开了对方的攻击 可就在我想象刚才一样踢他的腰子时 伯奈夫的反应速度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眨眼间就锁住我的脚 将我控制在了半空中 紧接着轮起我就猛地往地板一砸 这冲击力着实让我吃了点教训 同样的招式即便能成功 那下一次施展绝对不能相隔太短的时间 眼见伯奈夫的致命一击近在咫尺 多年拥兵的经验告诉我 他的剑能够让我自救 于是我先是撇了下头躲掉利剑 再一脚踹在他的剑上当作一堵墙来用 勉勉强强使出后空翻摆脱了当下的陷阱 反观伯奈夫则是不懈地嘲讽的 没想到费迪恶母的大少爷 一直都瞒着外面在隐藏实力 与其说你系统学习了剑术 倒不如说你的技巧 都是些对抗魔物常见的招式 这种在混乱的战场或许朝朝致命 但用在我的身上根本行不通 今天你绝对不可能从这里活着离开 可眼下的我 也是担心起自己的魔力是否还能不能坚持得住 虽说有点吃力 但我还是决定放手一搏 毕竟我也很清楚一件事 在面对实力比自己强的对手 越是近距离的战斗就越会让我处在劣势一方 所以接下来我得拉开距离寻找突破口 也只有这样 我才能打败本就不太可能赢下的对手 随着我手中凝聚的魔力献猛的一拉 博内秉被博内夫丢的剑 便趁着他没在意身后的剑行 完美地偷袭命中他的后脑手 紧接着我踏步上前 再送给了他一招吸踢 可就在我想用一击下坠挥砍结束对决时 博内夫却突然回过神强行格挡下 在用蛮力将我给振飞后 他便后侧叮嘱自己的主人阿米利亚 现在您赶紧先从后门离开这里 我会很快解决掉他与您回合 此刻的博内夫完全做好了战死的决心 即便是死也要拉着我一块 因为他绝对不能让知道自己主人秘密的人 从这里活着离开 博内夫我劝你还是投降吧 我承认刚才我的实力的确不如你 但现在的你根本就不可能赢得了我 若是一株随处可见的路边野花 却足以引发一场家族的领地之战 只因我将未婚妻蓄谋已久的计划 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 并要挟他给我一万枚金币当作是封口费 殊不知下一秒 他竟当即命令随身侍卫取下我的命 怎料阿米利亚根本就想不到 我早已不再是那个弱不惊风的废物大少 此刻博内夫见我的胜率高于他 他便立马掩护自己的主人从后门先行撤退 可阿米利亚根本就不打算逃跑 他决定找到事先安排好的士兵全力协助国难夫 同时他也确信了一件事 我独自一人击败了五个想要刺杀爱琳娜的刺客 绝对不可能是谣言 虽然不知道我到底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变强了 又或者是一直装疯卖傻隐藏实力 但是到如今 他绝对不能让知晓自己的秘密 又公然羞辱自己的家伙活活着离开 然而就在即将抵达目的地的瞬间 阿米利亚的表情突然变得惊猛 只因他事先安排好的士兵 竞权被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家伙解决得一干二净 这时对方毫不顾忌地转过身来 真是好久不见了 阿米利亚小姐 在得知对方的身份是我的女仆贝琳达后 阿米利亚唯一能想到的活命办法就是掉头跑步 只不过为时已晚 贝琳达一个闪身就来到她的身后 并将一把匕首架在她的脖子处 阿米利亚小姐你想去哪里啊 少爷可吩咐过我要好好保护你啊 这时贝琳达注意到了阿米利亚嘴角的蜘蛛 于是将其取了下来 并丢在地上踩成了稀巴烂 紧接着满脸不屑地说道 我曾经听过雷福德伯爵跟我们领主大人的谈话 小的时候你总被兄弟姐妹用蜘蛛欺负 结果你却到反天端 居然养蜘蛛把欺负你的家伙咬成了重伤 所以你把蜘蛛放在嘴角的这种行为 对你而言该是克服心理的创伤 还是为了自我炫耀 我使尽了浑身解数将其一格挡下来 不过这家伙学的剑技还真挺不辣的 几乎每一次出手都是直击我的致命要害 而在随后我又接连躲避了伯奈夫的七七四十九次斩绩 终于在他的最后一击中 我找到了足以扭转局势的突破口 只见我以一种奇怪的握电姿势攻向他的天灵感 即便我的这一招仍旧被伯奈夫化解掉 但他也因此从主动方改为了被动 可就在我准备攻击他的下盘之际 伯奈夫的反应突然就把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家伙的攻击速度总会越打越快 看来我不得不再次使用那一招 突然伯奈夫的剑及时朝我的后脑勺刺了我 他原以为我在这一招下必死无疑 结果我却不再选择用剑进行格党 转而直接使用自己的肩膀 而我的行为也瞬间就让伯奈夫的瞳孔猛的咒索 真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如此怪异的技巧 同时也让他明白了一件事 果然对决没到结束前都不能掉以轻心 紧接着伯奈夫在躲避了我的下一招挥砍后 他便利用自己的速度 一脚猛地踹在我的腰子上 所以这就是专业跟不专业之间的差距 现在你已经没有赢得胜算了 反观我则是承认 伯奈夫现如今的实力依旧比我要强的果 不管是在攻击的速度 力量 射程 还是在攻击的连续衔接上 我仅仅只有反应速度能略胜他一筹 事到如今我只能赌一把 与此同时伯奈夫的权力一击也尽在咫尺 剑撞我冷冷地对他说道 你输了 随着我将魔盒提升至三层 我的全属性在一颗肩内就得到了成倍报道 紧接着 我在伯奈夫的攻击还没落下时踏步闪身靠近 仅凭力量的短暂提升跟他正面硬哄硬 最终伯奈夫的剑被我击飞了出去 这也意味着他将不再有还手之力 而就在我要一剑了结了他时 贝琳达带着阿米利亚走进来 只听他带着厌恶的表情说道 不管要一万枚金币还是什么 拿了后立马给我滚蛋 在听到自己想要的回答后 我则是回应他 要是你再慢点的话 恐怕你的忠诚护卫必死无疑 如果一开始就乖乖听我的话 也不用闹出这么大的动乱 所以为了弥补我浪费的时间 先前我所提的封口条件全部作为 取而代之的是 现在我要从你的手中拿到双倍的封口条件 也就是两万枚金币 16岁的女孩瞒着家族偷偷养了一只孩子丁 并且这些孩子她只领养战争所遗留的孤儿 因为孤儿无亲无故身份模糊 阿米利亚就是想利用这一点 将这些孤儿培养成了 为自己卖命而活的暗杀军团 时间回到我向未婚妻索要两万金币的那一刻 可我前脚刚带着贝琳达离开 后脚阿米利亚就在跟伯内夫商讨 如何才能在不知不觉中 把我从这个世界给抹除掉 而在阿米利亚胶着之际 伯内夫刚好想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建议 那便是向德尔派伯爵汇报此事 怎料话才刚说完 就被自己的主人赏了一个大逼多 我已经提醒了你无数次要管住自己的嘴 德尔派伯爵有多恐怖你难道不知道吗 而且一旦这件事被他知道 最先死的是我才对 因为我瞒着你跟德尔派伯爵签订了一份合约 只要我发动家族叛乱 他就会无条件全力支持我 但合约上可没明确注明 连费迪厄姆都能协助消灭 现如今商团已经被那个家伙所知晓 那他极大概率也知道了 我投靠了德尔派伯爵 甚至是秘密合约的事情 所以在这些事情还没被他曝光之前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活着回到费迪厄母 随后阿米利亚询问起关于我的身体情况 伯奈夫文言便解释道 那家伙的身体到处都是刺伤 肩膀上也留了一个很大的窗面伤口 另外刚当他一下子消耗了爆发性的魔力 短时间内绝对不可能恢复到最佳的状态 可突然伯奈夫的眼神变得犀利了起来 如果不想再刺杀那家伙留下痕迹的话 就不能派出自己领地的骑士 阿米利亚自然也清楚这件事的严重性 我当然知道 这不刚好能拿出为了应付这种情况而养的孩子 而阿米利亚口中的孩子 正是他偷偷训练的一只实力相当棘手的暗杀军团 代号野猫 接着阿米利亚便在地图上标注出了一处坐标 派15个人守住这处地带 国内夫见状瞬间明白了他的意义 因为地图上所标注出的位置 是他们雷福德领地通往费迪厄母的必经之路 并且由于人烟稀少地形狭小 非常适合他们无声无息地处理掉隐患 我一定会好好安排这件事的 请主人放心 最好别再给我出任何插错 否则我一定不会轻易饶过你的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一辆马车上 我已经简单处理了下相对较为严重的伤口 在这之后我便会拿着阿米利亚两万的金币 以及先前赚到的钱 用在重建费迪厄母的基础资金上 可惜的是如果能杀掉阿米利亚就好了 但这也根本无法避免领地之战 我不能因为一时的盲目决定而坏了接下来的计划 不过不马上杀掉阿米利亚也有好处在 光凭商团这一点就能让他的行动变得便宜 更何况我掌握着他前世所有不为人知的信息 随后我回忆起了前世的记忆 现在家族的发展趋势应该是 由于边境的兽人很难马上限制住 父亲很快就会选择暂时退出一段时间 可就在这时 我的喉咙涌起了一阵热议 紧接着一口老血便瞬间从我的嘴巴里吐了出来 果然强行开放到魔盒的第三层 我依旧会遭到他的反噬 看来我得加紧找到暴增魔力的办法才行 突然 不过贝琳达是母亲安排在我身边的 我大可放心她的为人 如今我知道了她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那对于领地也是带来了好处 毕竟陪在我身边的强者自然越多越好 那些家伙的出现也仅仅是开端罢了 这是贝琳达对我说的 我虽然相信少爷 不管做任何事我都会无条件的协助 但现在你必须告诉我 为什么要跟阿米利亚小姐索要那么多的钱 文言我则是随意的回应她 当然是因为领地需要用到钱的地方太多 我知道的人又只有那大小姐最有钱了 仅此而已 却不料我的话直接把贝琳达和费格斯老头 惊出了一身冷汗 随即直接就冲着我大骂了起来 你被退婚还闹出这么大的动力 理由就仅仅因为这个吗 要是被雷福德伯爵知道了 绝对会影响到跟我们费迪恶母的关系 文言我依旧是一脸的无所谓 别太担心 阿米利亚绝对不敢告诉她的父亲 现在就无条件相信我就完事了 我的预判不可能出差错了 贝琳达有些无言以对 那你至少也要告诉我 跟你一起承担风险的人 接下来需要做什么呀 可在听到我说要开拓魔爪森林时 费格斯老头第一个不答应 那里是从少爷的曾祖爷爷起 就都世世代代在尝试开拓的地方 但她的话还没说完就给我给直接掐断 我先前拜托你去做的是现在怎么样了 费格斯老头似乎感受到了我坚定的信念 便也不再将世世代代都以失败告终的后话 在当下的处境说出来 我已经按你说的 找到你想要去的位置坐标 随后我则是严肃地对他们说道 接下来我们要想活命的话 就得往那里去 而不是回到费迪恶母 为此我也做出了解释 以我对阿米利亚的了解 她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甚至现在已经起了杀心 我盲猜 她已经安排势力堵在了 前往费迪恶母的必经之路上 费琳达听罢瞬间表现得斗气满满 少爷大可放心 费格斯和我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会好好保护你的 我知道你们很可靠 但一切都要预防一个万一 同时这也不是你们的职责所在 所以接下来你们该做的 就是陪我去见一个人就行 画面一转 我们来到了一间破烂的房屋门前 并敲了敲门 而屋子的主人 再见到我们后一脸的谨慎 你们是谁 找我有什么事 贝琳达见对方的状态 不像是什么可靠之人 便敲咪咪地询问我 少爷你确定这家伙 就是你想要找的人吗 为此我给予了肯定打火 怎料下一秒那家伙 居然转身走回了屋子 特么净浪费我的时间 都给我滚得远远的 只是他的话 却是故隽让我吃笑起来 我是拉塔托斯克雇佣兵团长 吉利安费迪恶母 而此刻 留给面前这家伙的 唯有满脸的震惊